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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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墓葬当中如果发现金子 出土的金子 这是不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 如果一个墓葬里面能够出土房金 那当然属于重要的发现之一 说明这个墓葬的等级 级别比较高 墓主人的身份比较高 这刚才您说之一 那就是还有其他的内容 那么还有什么发现 比黄金还要有价值 黄金大家认为它只是 只是 金钱 对 有钱 但是真正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 文物上面带有文字的 这些文物 才是比黄金更重要的东西 它能够刷新我们对古代社会许许多多的一些认知 发掘一座墓葬 可能最想弄清楚的就是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 对 那一旦要有了文字 那就一目了然了 对 从海昏侯这个考古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作为海昏侯墓发现的亲历者 我们接下来就请杨老师为我们讲述 这座大墓是如何发现的 行 实际上海昏侯墓的发现 是在2011年3月份的时候 在我们江西的南昌 就是江西南昌的北面 冠西村的一座山上叫郭敦山 当时我记得是当年3月23号 他们说就是早上他们的村民 起来刷牙的时候 洗脸的时候看到他对面的那个山上 突然一届之间长高了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突然间堆出了很高的黄土 所以这些村民就山山两两的 就跑到这山上一看 哇塞 在这个山的中间 打了一个很深不见底的稻洞 旁边堆出了很多很多黄土 所以他们就想到 是不是这个山上来了盗墓的了 他打了我们江西电视台的新闻热线 通过这个新闻热线来报告了这件事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原所长 叫黄长生 所以他就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 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杨军在南昌北铁河那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盗墓的事 你要过去看一下 当时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我就赶紧打车 就去了当时村民报告的盗墓的现场 当时我去了之后 已经晚上7点多钟了 所以什么都看不见 看到见是什么 就是一个深不见底 可能预测有15米深的 一个被盗墓贼打出来的一个盗洞 旁边有他们堆出来的盗出来的土 以及我看到外形 像一个幅斗形的一个风土 当天晚上我就基本上就判断 这个墓葬很可能是 汉代的一个高等级的一个墓葬 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 所以等第二天早上 天亮之后 我和我的同事就到了这座山上 这就是盗墓贼打的盗洞的一个情况 这是被盗墓贼打出的那个果木 被锯开果木的这种情况 最后是通过打紧师傅的那个 打紧师傅的那个路路车 我坐在路路车的吊栏里面 我沿着这个盗洞下去 下到一半的时候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现象发生 有一股香气 一种奇特的香味散发出来 而且大家是很清楚的 像这样一个汉代的墓葬 两千多年 一般是没有异味的 但是我这一次 不但是不是说没有味道 而且是一股奇特的 奇妙的一种香味散发出来 所以我才下到这个盗洞里面 15米深的盗洞里面 我就拍出了有关这个海昏猴的第一张照片 就是那一张 实际上我观察到盗墓贼 它那个盗洞是打在这个墓葬的正中央 它是用电锯 就是油锯 把那个果木锯开了七层 五层是上面的果实 下面两层是什么 是属于果底 它这次打盗洞 它没有盗到东西 所以它把那个果底板还打穿了两层 认为东西就是文物还在底下 所以带着这种奇妙的香味 带着我拍出的第一张海昏猴的照片 最后我们就判断 这可能是一个西汉高等级的一个贵族墓 像这样一个墓葬被盗 必须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在一个月之内 国家文物局就派了专家组来考察 这个被盗墓的现场 就是四月份 我们海昏猴墓才正式开始发掘 可能大家会想 为什么考古都是被盗墓贼发掘 发现了之后你们才去 你们是不是 就是你们还没有 你们考古的还没有盗墓贼这么厉害 所以我告诉大家 像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为什么赶紧得去 就是在我的脑海里面 在我们通过文献的记载 在南昌北六十公里的地方 曾经是西汉的 昌翼王和海昏猴待过的地方 海昏猴为西汉所封爵位 一共传了四代 其中又以第一代海昏猴 刘鹤最为特殊 刘鹤的爷爷就是西汉大名鼎鼎的汉武帝 奶奶便是历史上倾国倾城的李夫人 公元前八十六年 年仅六岁的刘鹤继承了父亲爵位 成为第二代昌翼王 然而他一生命运波折 大起大落 快三十岁时被封为海昏猴 移居南昌直到去世 他死后 海昏猴的爵位又断断续续 传了三代 直到东汉 根据汉书包括预章记的记载 而且在这个地方 海昏猴家族在这里传了三代 而且在我去之前 虽然我也经常去这一块地方 因为经常去处理这里的盗墓事件 因为这一块有一个有大量的汉墓群 所以我们一直怀疑这块地方 就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昌翼王 海昏猴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个事件 但是考古上并没有证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做考古的只能是按照国家的政策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 盗墓贼是什么 盗墓贼是因为他是要到堡 所以在这种可疑的地方 他都去到 所以在这种一旦发生这个盗墓事件之后 我们及时赶到 国家文物局批准了这次发掘 他为什么批准这次发掘呢 就是在这个墓藏难以保护的情况下 才批准这次抢救新的发掘 好 谢谢大家 杨老师 您的讲述啊 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不是 你看我们的学员啊 学员可能有问题要问了 他们听得特别的认真 老师你好 您刚才讲 海昏猴木这个稻洞 是从这个木顶直直打下去的 然后深度有15米 那些盗墓贼他们怎么这么厉害 就找得这么准呢 要不他怎么是盗墓贼呢 是不是 盗墓贼我们通俗的有一句话 叫做高手在民间 高手在民间 但是他实际上 他也要看我们已有的 考古的一些成果的 所以在我们汉代这个墓藏 一般的情况之下 他的主观都是放在中间的 墓藏的中间的 比如马王堆汉墓 包括中山静万流胜墓 包括我们全球战国的真侯以墓 他的主观都是在中间的 所以他就把盗洞打在中间 实际上他这一次把盗洞打在中间 实际上他是犯了很大错误的 他打在中间倒是没有盗走 盗走东西 幸亏打在中间 要打在边上还就有点麻烦 海昏侯墓是东西并列两座墓 他是先盗掘了东面的海昏侯夫人墓 才来盗掘这个主墓 实际上他盗掘夫人墓得手了 他才盗掘主墓 实际上他是犯了错误的 他是没搞清楚 汉代有一个知识 是以西为大 西面是主 东面是赤 也就看到我们汉代长安城 魏阳宫在西面 长乐宫皇后住的是在东面 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盗墓贼不能让他看 不然又学点知识 好 Tina 老师 我的问题就是 您刚刚说您下到那个木的时候 然后闻到了一股香味 我觉得这个香味太神奇了 它是什么味道呢 对 您形容形容 下什么 类似什么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这种香味 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叫一种奇香 所以我吓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跟我上面的同事说 这个木杖肯定不一般 怎么这么浓厚的香味 它是迷魂香吗 我第一反应就像迷魂香一样 而且这样一种香味 在2015年 我们打开果实的时候 这种香味都还存在 所有去过现场的人 都闻到了这股香味 后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请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赵志军教授 王树枝教授 去对这里面的香味 进行检测 所以首先他们检测的是什么 就是木材 所以我们后来 海昏猴木里面 很多木材 是什么木材 松木 南木 脏木 这样一些木材 混合起来 发出的香味 还有一部分 博山炉 熏炉里面的材料物 还正在做检测 我们还可能怀疑 在博山炉里面 混的这些香料 发出来的味道 所以是这几种味道 合在一起 你想一想 所以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种香料 意会 这个问题真是把杨老师 给难住了 不过你要想体会一下 可以找一块松木 找一块 找一块南木 找一块章木 三个搁地一起 然后你好好闻一闻 放点香料 根据高大的腹斗形风图 和史书上的记载 一个西汉高等级木葬 似乎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然而 这一切都有待于 下一步的考古发掘 来真正检验 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 汉家灵确 海昏猴木 国家文物局 一年四月份就批准了 我们对郭敦汉墓 这次发掘 我们为什么当时称之为 郭敦汉墓呢 考古是要讲证据的 有一大堆证据链出来 才能证明这个墓主身份是谁 所以我们在没有断定 这个墓主的身份是谁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了 考古学上的一个命名方法 以发现地的小地名来命名 这次发掘 所以我们称之为郭敦汉墓 就像我们称之 杨嫂文化 梁祖文化 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命名方法 我们是发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和勘探 最后我们发现了什么 这个郭敦汉墓上 它是有一个墓园的 这样就造成了 我们这次发掘的方法 就不是单单发掘墓葬了 所以我们先发掘了车马坑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它是五部真车 每部车有四匹马 大家算一下 五部车每部车有四匹马 大概这个坑里面有二十匹马 而且是真车真马 这个车都是高等级的安车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车马坑的一个发现 同时我们还发现它 它不在长江以南 这是第一次发现的 用真车马进行陪葬的一个车马坑 为什么这个真车马坑这么稀罕呢 实际上用真车马陪葬 在当时的汉代是有规定的 只有皇帝和诸侯王才能使用真车真马 所以我们不得不让我们把眼光聚焦到了文献记载的 昌义王的家族 是不是他 好 我们又接着再发觉 在汉代考古上面 它是有一句这样一个通俗的说法 汉墓十四九空 所以意思就是说 汉墓里面因为它是后杖 所以造成历朝历代的盗墓贼 要对汉墓进行盗绝 所以海风侯墓也一样 它在古代也是被盗过的 所以我们在发觉的时候 就是在西北角上面这个盗洞 而且是古代的盗洞 它是直接进入了海昏侯的墓葬 但是大家放心 最后我们发觉它只进入了西北角 其他的地方 它没有进入 西北角通过我们的发掘 发现它是一个脏衣服的衣饰库 大家想一想 古代的盗墓贼 他是不要衣服的 他是要什么 金银财宝 那些值钱的东西 衣服是不要的 大家又有理问 这个盗洞是什么时候的盗墓贼进去的 通过我们的发现 是五代的盗墓贼 你看 当时盗墓的点灯的灯盏 罪证留下来了 现在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它留下来的这个遗物 我们就知道 这个盗洞是五代时候的 当然这件东西也成文物了 所以古代的盗墓贼 他说看见这个衣服之后 其他的地方又进不去 所以一路之下 就把这个脏衣服的箱子 砸碎在这个盗洞里面 而且他砸碎的箱子 我们这个现场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就是杂乱无章的 可想而知当时这个盗墓贼多气愤的 海昏猴木能躲过盗墓贼的这次黑手 其实与东晋时期的一场大地震有关 公元318年 南昌地区发生了一场 罕见的大地震 地震不但将海昏猴木直接震塌 还导致国阳湖水难兴 上升的地下水将海昏猴的墓室 彻底淹没 五代时期的盗墓贼 并不具备潜水能力 面对着复杂的水下环境 和坍塌的墓室 只能放弃盗墓 也正是因为泡在水中与空气隔绝 海昏猴木的诸多随喪品 才能历清两千多年保存完好 正是因为他的气氛把这个箱子 又再次转向昌一王 为什么出现昌一九年照 也就只有刘鹤当过昌一王 当过海昏猴 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昌一九年照 就把我们对墓主的身份 再次接近了刘鹤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有可能还不一定是刘鹤 有可能刘鹤 就是第一代海昏猴刘鹤 可能会把他的财产 传给第二代第三代 所以说不定还是他的儿子 或者孙子 所以不管怎么说 这个昌一九年照的文字 让我们和墓主的身份 更加接近了一步 实际上海昏猴木里面 出土的这一万多件套的文物里面 是什么 黄金 一百一十五公斤 四百七十八件 其中金饼三百八十五件 我记得很清楚 马蹄金四十八件 那个林子金二十五件 金板二十件 还有两百万枚堆积庐山 重达十多吨的五株钱 很多专家就说海昏猴木 是相当于挖出了汉代的一个银行 同时 它有精美的玉器 包括工艺精湛的漆器 和大量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价值的文物 就像竹简 我们在那个文书档案库里面 发现了他的咒章 咒章上面就写有 南藩海昏猴 成鹤 昧死再败 皇帝陛下 同时 还发现在我们祖国寺 我们还发现 他的那个金饼 金饼上有墨书 南藩海昏猴 成鹤 咒 黄金 易金 所有这些证据 都让我们对牧主的身份 都指向了第一代 海昏猴 刘鹤 因为他本身 有成鹤 两个字 就是这是一个考古证据链 究竟是不是刘鹤呢 就要等主官打开之后 我们才能够找到他 直接证明他身份的证据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找到他的印章 找到没有 看主官 杨老师讲述的 真的是十分的生动 为什么如此生动 就是因为 他就是这座大幕的亲历者 你想是这座大幕考古 发掘的领队呀 都是他亲眼所见 别的都不说 不说这黄金 就说这两百万枚五株钱 刚才您说 说挖出一座汉代的银行 那么说的这个 这些钱币 我想咱们让大家 稍微平静一下 咱们利用这个时间 我给咱们的学员们 出个题考考他们 我们来看大屏幕吧 你看啊 屏幕上有五种钱币 每种钱币的下面都有文字 但是不一定就是这枚钱币 我想这个问题 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回答 谁愿意给我们连连看 我觉得这个刀币应该连那个 第四个 然后开圆通宝是第一个 布币就是那个 就是下面有两个腿似的那个东西 然后五株钱是最最右边的 然后半两钱是最中间的 也就是第三个 本来我还想让其他的观众再说 我觉得好像没必要再说了 他都说对了 小朋友太厉害了 接下来没完 这回是学员们 你们来看一看 这五种钱币 它们是哪些朝代所用的 老师你好 那我来挑战一下吧 就是开圆通宝应该是唐代的 然后半两的话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秦半两 然后五株钱的话 我们都知道是汉代的一个代表性的货币 然后布币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也是汉代的 因为汉武帝好像搞过一次货币改革 什么布币 皮币都有了 然后刀币的话 可能是春秋战国 有没有跟他不同的看法 小达 我觉得就是那个布币跟刀币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应该也大量的使用 但是我也的确不知道 是不是在更早的时代 或者更晚的时代 也有使用这样的一个 钱币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看这样吧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咱们请杨老师 给我们揭开这个谜底 像布币 像这个刀币 这都是反映在秦以前的 先秦的货币 但是呢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 所用的就是半两钱 西汉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的货币 真正就是五周 而且五周前的使用时间 非常长 一直到了唐代 有开元通宝之后 五周前才走出了 这个历史舞台 谢谢杨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的学员 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跟杨老师做个交流 您好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我看到好多这个金饼 我还比较好理解 但是我还看到有 刚才您也提到 说这里面有马蹄筋 还有鳞纸筋 是不是这个麒麟的脚趾 当然我也没有见过麒麟 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 做出这样的这个形状来 实际上是和那个汉武帝有关系 是在汉武帝有一天去祭天的时候 他看到了三种祥类 哪三种祥类呢 是纯白的麒麟 还有一种是敦煌窝窝水一带的金马 泰山看到了黄金 所以汉武帝就认为这是对他统治的急躁 所以他就命令把黄金做成 灵尺和马蹄杖 颁赐给有功的大臣和诸侯王 所以你看这样一个就是马 金马 马蹄的形状 这个就是麟尺 就是麒麟的脚的形状 所以是这样一个来源 上午十点 提取马蹄筋的工作正式开始 第一步 将薄而刃的钢尺塞到盒子下边 第二步 将塑料板剪成略大于盒子的尺寸 插入钢尺之下 你推入那边 再走 好了没 可以啊 好 第三步 将结实的钢板插进塑料板的下边 再走 走 走 你再来推进 OK 再过来 我们已经过来 最后一步 撤出钢尺 确认无误 考古队员手递手 小心翼翼地端出 马蹄筋的提取 终于完成 要进一步 确定牧主人到底是谁 那么现在 更加直接的证据 就在这主官之内 主官之内 主官现在还没有打开 但是我听说 好像考古队要给这个牧主人搬个家 说要把这个主官呢 要搬到实验室里面去 当时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就是如果这个主官破坏的比较严重 可能就在现场直接开关了 还有一种就这个主官保存的相对完好 那就要干嘛呢 就要整体套箱运进实验室 专家组和我们最后确认 这个主官要套箱进入实验室 就由我们著名的实验室的考古专家 李纯信老师 亲自操刀 才要做这件事情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请杨老师您稍事休息 我们掌声请上 负责海昏侯木实验室考古的负责人 科技考古专家李纯信老师 请李老师 大家好 我们知道这个您是海昏侯木实验室考古的负责人 可是说到这个考古啊 一般大家都认为 或者都认为是应该在野外 那么这个实验室考古 大家可能有点奇怪 怎么考啊 我们就现在就讲了 常规的考古发掘呢 是在野外 对 受到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的比较大 另外对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环境也不太具备 就是说我们常规的想在野外发现一个木坑 这个木坑不管是10米深也好 或者是5米深也好 我们要下去 下去的话可能满木都是出土遗存 脚踩的地方可能都没有 就是工作的就是这个状态非常不理想 就是说我不可能长时间的在这儿坚持这种状态 我们在室内我们站得合理一点 做得更舒适一点 我们工作环境 提高的工作效率 提高的工作效率 另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是我们的出土遗存 在这个环境可控的条件下 接近木葬的这种埋藏环境 是它出土的遗存在短时期之内 不让它氧化 不让它略化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要把这个主棺搬个架 对 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 您觉得当时具备这个条件吗 非常具备 主棺的木作是用樟木做的 樟木做的 对 樟木做的 所以它保存的还非常完整 没有缺失 没有崩裂 断裂就是一个 我们还需要在它的外围 做一个金属框架 对于我们现在的木质框架的 给一个周边的给一个固定 那么到底当时是怎样 对牧主人的这个主观 进行整箱的套取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个短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想到一种 比如说现在常规的 在其他的这个工地现场 也经常使用的 就叫聚氨子发泡材料 这是一种什么材料 可能我们大家都经常 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能看得见 比如说电视 这个冰箱 里边包装在脚上面 两端的 都有这个白色的 这个泡沫塑料 我们就叫泡沫塑料 好 这就是聚氨子 我们要买到这个两种液体 到工地现场 现场制作 现场制作 根据里边空间的情况 根据里边的空间的大小 是这样 您说的这两种原料 今天带来的吗 要带来的话 我们可以试试 我们都有所准备 有所准备 那咱们把这个道具拿上来好吧 这个就黑颜色的 大家看看这种 这叫做就一青酸籽 这个白发就淡一点的 这个颜色呢 叫多元醇 这两种材料 把它组合到一起 迅速搅拌 它就会膨胀为若干体积 但实际重量没用那么多 还能有效地 对我的出土遗存 进行一个非常合理 有效的一个包装 那您简单地给大家 做个试验 好 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 一比一啊 就是一比一 一比一 这大概两种材料 就一比一的 然后这个马上 就可以倒到这个 二者合一 然后就是迅速搅拌 这因为我们这个数量 比较少 比较就是 看得比较快吧 哎呀 你看你看 越发越大 这就是说 要使用的量大了 一切都在快速进行 然后它就凝固了 对 然后就凝固了 就是在这填充了 它就成硬体了 对 防止 你看它很轻 但是它有一定的强度 有一定强度 它这个凝固的时间 大概多长时间呢 一般非常快速 应该就在几分钟之内 你看这个造型 还蛮漂亮的 这叫自然造型 好 现在呢 我们现场啊 就为大家准备了 这么一个纸盒子 这就相当于咱呢 相当于我们的外包装的 就是包装体 就像是在野外考古啊 外的包装 外面的包装体 对 这里面呢 也有一件 这是一件月 是吧 月 这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啊 就是尤其是武将 武将带兵打仗 必须有这个 当然这是个复制品啊 对 我们现在想把这件月 搬移到实验室 怎么搬移 外面我们做了一个 箱体 箱体 里面要注入这种 这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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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学员愿意上来 亲自来体会一下 来 小赵 来 现在我要在这个 遗唇上面 先给它复一张纸 主要目的是 让它和这个 我们的聚原子 发泡材料 和我们的遗唇 中间有个隔离 不让它有一个 相互的粘连 就是一个 刷水的目的 现在就是 把这张纸 让它完完整整地 服贴在 我们这个遗唇上面 小赵亲自体验一下 小赵 来 把这个 给里面 倒上 一公分 你看着 够一公分的厚度 最终反正 这两种原料是一比一 是一比一 目测 目测 把这个倒到这里边 完完整整地 搅拌 慢慢搅拌 慢一点 慢一点 搅拌的 基本上就均匀了以后 基本均匀以后 慢慢就顺着这个 慢慢这样倒 一点点倒 回来 往这走 再转 往中间走一走 往这边 在包括木葬的时候 倒进去以后 拔在两块板 往那一放人 就踩到上面了 你这个地方有 它出不来了 它向四周 往四周围 所有的空气里面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 是不是应该差不多了 打开看一下 打开吧 按上 哦 不错 到实验室内了 然后周边的 这个是模拟的 是我们的包装体的 这个箱块 四边的这个箱块 现在我们 仿佬的就用一个工具 打开这几个螺丝了 现在我们只能用这个壁纸刀 用壁纸刀把这个盒 把这个因为是纸盒 做一个破坏状 这就是一个形成一个 硬体的一个壳 对里边我们包装体 没有任何的影响 让大家看看这个 你看 也就是说用这种方式 这个主观 就被搬移到了实验室 对 要填充土的话 它这个整个箱体的重量 可能就超过了三吨 四吨甚至 就是说为了减轻它的重量 就采用了这么一种包装材料 好的 谢谢李老师 也谢谢小赵 把这个拿下去 让学员们也看看 我想问个问题 李老师 这个实验室 与这个考古现场 到底有多远的距离呢 差不多在800多米 这就是在15年底 就是说已经建筑完成的 就是工作用房 这其中就是我们实验室 考古的这个一个操作间 上面你看 因为有一定的高度 相当于两层楼那么的高度 上面有一航车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我们将来这个大的遗存 要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翻转 我们在这个当初设计的时候 这里边都是横纹横湿的环境 有空调要控制它的温度 有加湿机要控制它的湿度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可能大家也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主官 在吊庄的那天 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情况 江西的这个南昌的这个天气 就是阴霾的时候比较多 但是那一天呢 但是那一天特别奇怪 早上一看 这个风和日丽 艳阳高照 把那个慢一点 看看那个到重心了没有 是吧 那我先那我到中心了 这个主官里边的东西没有被饶动 应该是很完整的 只是说它压成了这个比较薄的状态 那接下来就要开关 开关前我想是不是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基本上就是说好多这个遗存的叠压状况非常复杂 它在X光的对这个金属遗存 可能透视的效果比较好 上面那个就是在这个棺的底部啊 有那个金柄 都看得见 都看得见 对对对看得清楚 还有就是透视 有一个能知道这个大概里边能出土哪一些遗存 它的位置包括角度 在什么区域范围 整个对主官的有一个大体上的一个了解 我们知道在头部还是胸部腰部有能出土哪一些东西 到清理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针对性 可能在那块区域啊 可能要投入的注意力啊 或者什么的额外要注意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 开关之前考古学家决定 用高科技手段为主官进行一次体检 留存电子档案 首先对主官进行X光透视 将拍摄完成的X光片放入专业的设备 读取数据 X光片显示出主官内随葬器物的叠压情况 使考古学家对官内器物的位置有了清晰的了解 然后是三维扫描测绘 通过专业仪器 考古人员可以把整个主官的信息以3D模型的形式传送到计算机中 官内的情况就会更加直观 我们非常感谢李老师 您的今天的讲述啊 让我们对这个考古啊 有了更深刻的一种理解 我们是不是掌声 谢谢李老师 也请您稍事休息 杨老师 我想问问啊 这个主官开启的时候 您一定在现场 是 当时那个心情 那个心情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这跟那个香味不一样 香味不好描述 这个一定好描述 可能大家一定会知道 一定想说 当时是心情是不是紧张 实际上我当时还真不是紧张 那是什么 比较复杂 为什么这样说啊 实际上打开主官之后 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主官里面一定会有 牧主身份的直接证据 但是海昏侯刘鹤这个人 他经常不按厂里出牌 他有可能这里面还真没有 万一没有身份的直接证据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 心情不是紧张是复杂 但是那个时候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就想看到他的印 有没有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当时打开这个棺盖的时候 整个考古实验室里面静悄悄的 只有听到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 大家非常非常安静 眼睛都在盯着这个主官在寻找 看看有没有印章 果然有一位我们的考古队员 就是说这妖精好像看到一枚印章 所以最后大家目光全部集中在那里 最后看到了一个侧面看到一个小小的流子 这一下整个实验室里面 声音就起来了 最后一看一个荷子 这样的话 让我们经过了一年到一六年的时候 一六年年初的时候 经过了五年的考古发掘 我们就想知道 这个墓主到底是不是我们原来认为的 第一代海昏侯 第二代昌翼王 包括他做了27天皇帝的 这个刘鹤终于真相大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考古的抽丝薄茜 这样的探险的一个考古的魅力在里面 那么这座汉代大墓可以说终于显露了它的真容 西汉海昏侯刘鹤墓 这是确定无疑了 这座古墓对我们今天的考古研究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我们请杨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 刚刚讲了 我们经过五年的考古和探索 我们最终因为一枚印章 确定了这个墓主的身份 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鹤的墓葬 而且刘鹤这样一个人非常特殊 他既当过诸侯王 昌裔王 又当过海昏侯 还当过皇帝 那他这样一个墓葬的发现 对我们的考古 对我们不知道的那个西汉社会 我们有什么新的认知呢 这首先表现在 对海昏侯这样一个仗字的表现上 第一个 猎猴应该是 活着的时候在他封国里面 死了之后就埋葬在他的城的西面和南面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一个猎猴的墓葬 这是奇异 奇异啊 等于说海昏侯 它是有完整的墓园的 现在我告诉大家 就是西汉的地陵 它是有陵园的 以陕西西安的阳陵为代表 诸侯王有陵园呢 是以江苏须夷 大云山江都王墓为代表 它是有陵园的 通过海昏侯墓的发掘 我们就发现 至少是像刘鹤这样的猎猴和皇帝和诸侯王一样 都有一个完整的墓园 奇山有关它的墓葬 你看它这个墓葬 是一个甲字形的墓穴 皇帝是有四条墓道 就相当于我们看到的亚字形 诸侯王 它是南北有两条墓道 就是形成了我们的中字形 列侯这一集就是一条墓道 就是甲字形 这从我们这样的墓葬的形字 就可以看到这个墓葬的等级 甲字形的墓就是一个列侯的墓葬 而且这个墓葬 它是按照汉代 试史如试生的观念来建造的 比如它的果实 是按照它活着的时候来建造 在地下建造它死后的一个地下的宫殿 它整个果实的构造 分成了几部分 中间是祖果式 分成了东史和西史 东史是寝 就是我们所说到卧室 放祖官的地方 堂是什么 就相当于书房 古代称为什么 登堂入室 就是先在书房进入它的卧室 就是登堂入室 就是这样来的 而且东史和西史之间 有一条过道 大家就重新回到我刚刚最早讲的 那个盗墓贼 现代盗墓贼从最中间打那个盗洞打在中间 实际上是打在过道上面 他肯定没拿到杀东西 所以这也是造成了现代盗墓贼 他没有对这座墓进行大的破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第二部分就是它的周围是什么 我们称为常果 北常果按功能区分分成了前库 梁库 月器库 你看东常果全是跟吃有关系的 就是九具库和石棺库 就是除具库 西常果我们刚刚说了 有衣士库 有武器库 还有文书档案库 就是出竹简和那个咒章的地方 还有娱乐用具库 出像东崇虾草一类的 六波棋盘一类的东西的地方 您看进去的地方是一个永道 永道是放了两部越车 就是它出行的开道车 所以这就是海昏侯木 刘鹤木 给我们探索所知道不知道的 原来汉代社会 这样的一个猎猴 是怎么样下葬的 怎么样的按照事实如是生的 这个观念 来营造它深厚的世界的 谢谢大家 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 好 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杨老师 感谢李老师 用他们精彩的讲解 带我们亲历了海昏侯木 精彩的发现和发掘过程 谢谢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我们跟随考古学家 从一个稻洞到一枚玉印寻找着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历史虽无声 但通过考古这座2000年前的汉墓 终于向我们展现了他的真实面容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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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